我看一下這題 他說有L1、L2這兩條直線 他畫出來圖形像這樣子 然後幫你判別他們的 M1、M2、B1、B2的正負號 老師才能強調 一條直線寫出來Y等於AS加B 這是一個斜結式的寫法 我講過這A代表什麼東西 斜律 這A代表斜律 對吧 OK A是代表這條直線的斜律 B代表什麼 這條直線和Y軸結距 也就是Y軸交點的意思 A代表斜律 B代表Y軸交點 這樣行不行 Y軸結距 所以說你看一下對L1而言這樣子畫 有什麼感覺 第一個對L1而言他是怎樣 往下畫 往下畫老師可以知道 這條直線斜律會解壓 小於0 OK 那這條直線畫下去 告訴我 告訴我 與Y軸交點什麼數 負數 所以說與Y軸交點是負數 所以B處也會解案 小於0 但你看一下 A選項對不對 N1小於0 B1要小於0 所以A選項是錯的 B選項 N1要小於0 所以B選項是錯的 C選項 N2小於0 錯的 Z選項 N2大於0 B2小於0 對 所以答案想一個是正確 Z OK